有 其實從第一天到現在 我們從來沒有說 我們要留住每一棵書 我們每一次都說 我們尊重數保五月圓的決定 所以我們留下來的書是登記在車的書 那接下來 剛剛有一個朋友 我覺得講得很好 我們要不要開發 如果不要 就書都在 如果要書會移開 我從來不必開這個議題 如果各位有空 你上YouTube 其實我覺得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地方 很多做事 書移的很成功 包括公務局 真的 所以 再複數一次 該移書的時候 書要移的好 而且目前為止 我們留下來的是書包委員 要求要留下來的書 另外呢 我說了幾次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說清楚 我可以再說明一下 意思就是說 臨時停車 我說的臨時停車 是指還沒有做完完整的建築物之前的那幾年 因為很多居民希望北邊六棟建築物拆除之後 可以有臨時停車 所以我一直講的臨時停車 是指說 還沒有建築物的時候 那個地方可以停車場 那是很多履民的要求 可是如果履民決定不要 那北邊六棟就是個公園 我要說的是 我說那個臨時停車 這絕對不是說 未來周圍充滿了臨時停車 我要做一個說明 不是 是指北邊的那六棟 在拆除之後 但是我們會留一棟 因為這是 那個整個文史希望留住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在西南角那一棟 這做一個說明 那談到交通 先不要說交通 交通 樹 品質 光線 北邊的光線 目前為止 我們的退縮 是通過現行技術規則的 但是 如果環評委員 有不同的意見 那也會反映 所以這條路是很長的 我清楚的知道 我沒有說過 美國的路很寬 這句話 我即使住在美國十二年 我在美國也不會這樣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住台北 我會死在台北 這裡也是我的家 那這個團隊其實很想要把事情做好 很想 但是如果做的是大家 恨之入骨的事情 我們不會做 我到每個地方去說明的時候 我都說過 你看看我旁邊的這些同事 他真的不是來害大家的 大家想要做的好 可是如果做的不好 我們要接受批評的 另外 我 親身參與超過五年的環評 一個案子喔 各位那些環評委員 我很尊敬他們 他們的標準非常高 等到省交通的時候 不需要各位把關 他們會把關 等到要省日照的時候 不需要各位把關 他們會把關 我要說的是 但是 也許 像剛才那位朋友說 到底要不要開發 也許回到問題一 那我回到問題零 我現在是這樣子 其實 你真的如果要侮辱我個人的話 你可以說 我是來執行政策的 可是我不是執行政策 我回應到剛剛的問題 剛剛有個朋友問我說 問大家說 台北需要不需要那麼多住宅 我不是社會學家 但是我告訴你需要 我告訴你為什麼 台北人丟臉 為什麼丟臉 就是 全世界 我們的出租住宅 跟住宅持有率 我們是倒數第二名 知道嗎 然後呢 有人說現在的570戶的捷運連開宅太貴 我也知道太貴 可是你知道有一個事實是什麼嗎 來了100個人申請 不到18個人有機會入住 而且他價錢偏高 沒有人不知道他價錢偏高 是因為他當時的成本算下來是這樣子 我現在要說的是 韓國人26年蓋了26萬戶 到今天他們的Sower Housing Corporation 那是個資本額1545億的公司 等於說是個法人 他們還發現他們做的不夠好 26萬戶 各位 台北人30年蓋了5萬戶 不夠不夠不夠 我要講的就是說 真的要開始了 那真的要開始的時候 不要說在這裡啦 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那遭受的挫折 老實講 我答應了 我會努力的做 可是這些同事們 他們一樣坐在這裡 真的 沒有人故意要把這塊地毀掉 不可能的 所以再回應到剛剛的問題 我要把時間還給各位了 很多議題 在都市設計審議 都市計畫 然後再還評 那些要求是很高的 謝謝